欢迎收看发动空间财经时事节目 财经时事行 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景荣 我是林思婷 来到本季度的最终招 我们将进一步深谈 秦畜业和水产养殖业 了解业者所面对的挑战 以及在未来粮食安全中 所扮演的角色 当前的政策对畜牧业者而言 又是否友好 此外年轻人对农业性质缺缺 长期会给国家粮食安全 带来怎么样的隐忧呢 而我国又能够如何吸引年轻人才 加入现在农业 稍后也会给您一一解答 随产可谓是百姓家里餐桌上 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但是海洋忽然 货度捕捞问题 却导致鱼产锐减 也给粮食安全带来隐患 那下节回来我们来聊聊 我们能够如何通过科技化养殖方式 来规划水产的产量以及质量 在粮食生产系统中 除了稻米 蔬菜和家禽 水产养殖业不但是人类基本营养来源 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 为此 日本早前获准排放核废水 引发了民间消费者的强烈反弹 毕竟核废水中潜在的有害物质 可能会给海洋产品带来忽然 进而给食品安全构成威胁 那么负担这国人主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 国内水产养殖业者 能够如何确保国人的粮食安全 并化解外围环境所带来的危机 从人类的历史角度来看 它已经是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 这样最早的一个养殖模式叫做土塘养殖 第二种就是钓网养殖 这样子是源于东南亚地带的一个养殖模式来的 直到发展到现今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更加高科技的养殖模式 比如说生物蓄团 还有就是叫做循环水室内养殖科技 我们叫做Recirculating Aqua Cultural System 简称RAS 土塘养殖是相对传统的养殖方式 利用自然水体进行养殖 虽说配置和投入规模相对简单和便宜 但是却非常依赖天时地利 受到外界的干扰因素比较多 风险较高 产出也难以保证 至于钓网养殖或网香养殖 就是利用网片装配成一定形状的箱体 设置在较大的水体中 通过网眼进行网香内外水体交换 打造适宜鱼类生活的环境 通过这类养殖方式 能够进行比土糖养殖较高的密度细养 也能够通过人工投喂来加快养殖鱼类的生长 缺点是同样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对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及忽染 食品安全有一定程度的风险隐患 至于生物续团技术和RAS循环水养殖系统 两者都是封闭式养殖方式 共同点是利用科学方式来调节水质 为水里的水产提供优质的生存环境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采用生物续团技术的养殖业者 通过少量换水达到减少外来病源入侵的目的 但是难以稳定的控制 因此此科技会受到天气因素造成一定范围的影响 而循环水养殖系统则采用零换水养殖方式 通过各种过滤系统清除鱼类排泄物和饲料残留 将进化后的水输送回养殖池 维持和创造最好的水质条件给水生生物 相对而言运作稳定 不被任何天气因素而造成影响 在早前访问Dr. Fish水产养殖学院创办人 兼首席讲师陈峰玉石 他就表示 想要解决掉环境忽然 给渔产安全造成的影响 可以通过RAS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来达成 这个循环水室内养殖科技RAS是目前最高科技的一个养殖模式 而且在室内环境里面我们很多的风险都可以控制下来 也很科学化的要去运营 它的优势在于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科技可以很完善的处理到净化水质 应用这个益生菌的方法来去净化水体 养殖水体里面的水质 达到我们可以养殖非常高密集度 它也可以做到完全零排放还是低排放的一种养殖场 所以说也可以算是未来或者现在的一种环保型的养殖模式来的 哪怕是我们排出来的污水 我们也可以严格的去控制它 它排放的水也是一点点而已 这些水甚至于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养殖场周遭进行一些棺材 种一些树一些植物之类的 废水完全一滴都不对外排放的一种现象 陈丰玉也指出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 随着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和水源受到污染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为此使用传统捕捞和传统养殖方式饲养的鱼产 已经很难达到无公害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标准 由于RAS循环水养殖系统 是完全无法使用抗生素和毒药 因它们会破坏系统的生态 所以所产出的水产品相对安全 同时也有助于达成安全的无公害及绿色食品 大家都知道鱼肉或者是虾肉 是油脂的一个蛋白质来源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最干净的一种蛋白质来的 当然你说其他传统养殖的方法 会不会做到养殖安全的那个水平 其实它因为受到外围的环境的影响 有时候很难做得到 传统养殖的风险来说来源于天气 因为土塘养殖依靠藻类维持这个水里面的一个生态 这样子藻类就依赖这个太阳光 以现在马来西亚过去一年的天气来说 早上非常炎热 但是下午下很大雨就扰乱了整个生态的运作 氧气方面可能供应不足 水温经常变 等等会影响到鱼的抵抗力下降 因此爆发了很多病的问题 陈丰玉也补充说 过去几十年来 传统养殖业者在面对环境问题 仍然能够应对 是因为以前的干旱和雨季时节是非常分明 所以业者能够根据季节性状态的改变 来调整养殖方式 从而稳定产出和收益 另外比起传统的捕捞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三十年 水产养殖业的产出增长就高达百分之一百七十多 但是传统渔业的产出却不见增长 甚至出现逐年下降的情况 此外我国目前的水产主要来自于传统养殖模式 这类模式由于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产量 竟能导致雨产的不稳定 时而空过于求 时而产量不足 从粮食风亭的角度 以及市场对鱼类品质和种类的多元需求 陈丰区相信只有靠采用高科技的养殖方式 才能够满足需求 并且合理化安排每个月固定的量产出 同时如果按照一样的养殖水体来相比 RAS循环水养殖科技 比起传统养殖模式的雨产就高出40到80倍 这也证明了在土地使用上将更高效 对于说口感方面呢 有一些人说会批评说我们用这种模式来去养的鱼呢都不好吃 这个是绝对是错的 因为来说以我们现在目前所研发出来的很多的营养品 是可以通过营养品的方法来去改变 鱼的肉质的甜度 滑度 还有那个肉质的紧烹度 包括色泽 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解决那个宇宙口感的问题 包括一些异味 比如说突然间出现臭泥味 所以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营养的方法来去将这个臭泥味去除雕堂 施婷 然后过去这两集就看到你说你也就是在外头就进行了一个采访嘛 然后在你的观察中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农产业 它其实年轻的这个力量足够吗 我是觉得我国目前它农业领域方面的这个年轻动力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国现在那个农民的平均年龄大概是50岁 那虽然说这个年轻农民他们在MCO之后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但是我会觉得说现代化的农业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参与 然后把这个领域就是颠覆一下 所以你会觉得说要怎么样子推动我们的这个农产业年轻化 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是要大力地扶持这些年轻人 就比方说给他们提供一些免利息贷款 种子还是还有土地这种的福利的 那就可以吸引和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那就为这个现代化农业引入一批心血 那至于在好像社会环境导向方面 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摒弃一种好像比较刻板的印象 就是说农业就是又辛苦又肮脏收入又少的工作 这种不好的这种对农民不好的印象 感谢收看第五季最后一集的财经十四行 我是黄景荣 我是林思亭 我们有缘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